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微生物学研究所及生化研究所并到生命科学院 但当时因为是科所合一 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已经把生化学科跟生化研究所并在一起 那生化学科是属于所谓的医学院 但是研究所是属于生命科学院 那微美所也是一样 微美学科是属于医学院 那研究所是属于生命科学院 但因为之前实质上这科所已经合并了 所以早期在运作的时候就产生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也就是说我们都在同一起运作 但是有些老师呢 开会的时候是到生命科学院去开会的 那有些老师像我当时就被病在为生物学科 所以呢我就要去医学院开会 但是呢我又是这个所长 所以呢我生命科学院的会也要参加 所以当时就很有趣 就是变成因为很多人充分的重叠 所以大家的会就特别多 忙得不得了 我教育的过程是在医学院 那因为我对生命科学研究非常有兴趣 所以我觉得我要进入生命科学院 研读这个研究所 所以刚到生命科学院的时候 生命科学院的运作跟师长 还有整个的文化跟医学院是非常不一样的 那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经验 我进维生物学科的时候 当时科主任是蔡文成教授 那维生物美学研究所是张忠明教授 担任所长 所以在跟他们两位教授学习互动的过程当中 我感受到生命科学院的教授 他们对科学的热衷 对教育的热衷 还有对求科学原理的热衷 跟医学院是很不一样的 那在这里面我要特别 除了感谢这两位教授的指引之下 还有接纳我当为研究生之外 我要特别感念我的启蒙教授 我叫叶宁兴教授 我是叶宁兴教授第一个学生 所以当时叶老师呢 就把他的所有的关就放在我的身上 那还好呢 当时还有一个学生叫陈兆明 他后来也到叶老师的这个实验室 所以我们当时变成是叶老师的第一个学生 那大家都知道我的现在的专长是免疫学研究 那我非常感谢两位 就是在医学院的时候 韩绍华教授在免疫学方面的传授 还有这个张仲敏教授 几位优秀的教授 跟我订下一个非常好的根基 那我研究的经验 还有跟对实验的一些严格跟执着 这个都是来自于这个叶宁兴教授 所以我到英国念书的时候呢 其实我在英国就没有再修任何的免疫学的课程 那这些之所以能够在免疫学方面能够继续成长 都是要归功于在跟叶宁兴教授学习的那两年 让我对免疫学的知识呢 定下一个深厚的基础 这个对我日后研究 有非常产生重大的影响 老师能不能谈一谈 您刚到阳明大学任职的机缘 我到阳明大学的任职呢 跟一般人想象的不一样 我们现在任何的教授呢 要到一个大学任职 都要经过很多的申请 很多的审核的手续 那其实因为我是阳明医学院的公费生 所以呢 我毕业的时候呢 就一定要在阳明大学服务 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说 你当时怎么去到阳明的 怎么去应征当教授的 我说没有啊 我毕业的时候 我就留在学校当助教 因为我要服务啊 那我在国外毕业回来的时候呢 我就到人事事报到 然后我就把我的毕业证书呢 说博士论文总统交给学校 然后呢 经过审查之后 我就自动就变成是副教授 因为当时是从副教授开始的 所以严格上来讲 我根本没有什么求职的经验 因为我一直是在医学院是念公费 出国也是公费 所以我就一直欠着国家 所以呢 我就一直服务在服务 严格上并没有像一般人说 到处求职的经验 维生物学科66年成立 位于实验大楼二楼 70年8月成立 维生物及免疫学研究所 87年迁入生物医学大楼三楼 原传统医学大楼移动 能不能谈一谈 成立初期的点滴成长史 有无特殊事件 我就读阳明无缘卫所的时候呢 国内的高等教育 也就是研究所上的教育 才刚开始蓬勃发展 那阳明在这个第一波发展的时候 算是比较早的 所以当时有非常优秀的学生呢 都报考阳明维免所 所以在当时有一个戏称 叫做在维生物免疫学研究方面呢 阳明算是国内顶头羊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杰出校友 包括现在中院的副院长唐唐 也是我们文明所的校友 那文明所当时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 我们到现在还是引以为好的就是 在当时为了要确保学生毕业呢 都有相当不错的成果 所以都有一个严格的关卡 所以后来就非常流行说 学生毕业的时候 一定要几篇论文 然后一定要impact factor 要几篇才能毕业 但是阳明早期的一些老师 就觉得我们的老师呢 自己都对学生非常严格 所以尽管外面有很多的压力 说要定几篇文章 impact factor几分呢 但是我们的老师呢 独排重义 觉得说我们根本不需要定这个规则 我们的学生出去呢 他们就非常好 有被共赌 所以我还记得当时有些委员在 我当任所长的时候 有些委员就问我这个问题 说请问贵所对学生毕业的要求是什么 我就这样跟他回答 我们没有定一个特别的规则 也没有定说一定要impact factor几分 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一个 所有的教授对学生的毕业都会严格把关 结果那位委员呢 其实就是王正宗委员 他是王正宗院士 他不但没有皱眉头 还竟然敲起这个大拇指 跟我说 你们这个锁是我看过里面最有胆量的 能够不顾外界的压力 你们能够坚持这个原则非常了不起 我们还得到很大的称赞 那委员所呢 到后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变革就是 丁令白教授 对于这个制度的一个推行 因为早期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学生 没有那么复杂 所以早期很多的包括学生的这个升等教授 选科总统规定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所以丁令白教授担任所长的时候呢 他就花了很多时间跟大家沟通 然后点点滴滴的把一些制度给建立起来 那因为这种制度的建立呢 就定下后来我们对在所务的推动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明确的规范 那大家奉行这个规范在做事情 那也就是畅行无阻 所以我在担任所长的时候呢 整个运作也非常的顺遂 这个都要感谢丁令白教授 那另外一个我自己最引以为好的是 在我研究工作里面有一个非常指标性的工作 就是发现登革热致命的一个因子 叫做Click bar A这个因子 那这篇工作呢 是发表在一个顶尖的期刊是NATIO杂志 那这个杂志里面的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是以我的杨敏的研究生为主 还有我们在中文医院其他一些企业 所以这个算是我在维美所里面呢 在所有私生的协助之下 我觉得是值得一个纪念的一个里程碑 也是我个人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是否对维生物级免疫学研究所未来有些建言鼓励 维生物级免疫学研究所当时成立的目的 除了在研究免疫学之外 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研究 我们的免疫系统跟病毒的互动 那在这里面 疫苗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尤其是现在疫苗的发展 已经进到一个崭新的技术 就是Messenger RNA疫苗 那国务医院呢 也刚好在这个疫情之下呢 得到念良教授 得到念良先生的赞助 成立了一个疫苗厂 这花了将近71台币 盖了一个疫苗厂 所以我本人也在促进文明所 跟国家卫生医研究院的一个合作 我们希望开了一些 有关疫苗学的一些课程 深化学生对疫苗的了解 跟疫苗制作的原理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希望成立一个学程 或有一个互访的一个互相合作的机制 让我们的学生都有机会 去国务院的疫苗厂 去接受见习甚至实习 那将来就要使这个疫苗厂成立的时候 需要大量的人力 我们就可以已经储备好大量的人才 能够为国家储备优秀人才 进入疫苗行业 那相信他们的投入 对于保障我们的国人的生命安全 跟未来这个疫苗联发 会有极大的注意 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我的教育都在阳明大学 那我在阳明的任职呢 是从最基层做起 我毕业的时候呢 当兵回来就进入文明所 硕士班就读 但同时呢 我也兼了助教工作 所以我其实当时是 办公办读 就是我又是助教 那我又是研究生 所以白天要 带大学部做实验 那就利用空档 跟其他时间做研究工作 那我在 我在1988年毕业之后呢 也就是民国77年毕业之后呢 我就考了工会留考 所以考了工会留考 到我出国中间这一年当中呢 我就升了讲师 那从国外毕业 回到阳明报道的时候 根据当时教育部的规定 我是从副教授 从副教授开始 那就一直从副教授 变成郑教授 然后再变成特病教授 所以 所有的升等都是在 阳明完成的 那在其中呢 我也担任几个职务 第一个就是 担任医学系的副系主任 那后来就 又担任的 维生物学记忆免学研究所的所长 那之后呢 我还担任了 理尼床医学研究所的所长 那除此之外呢 因为我有医师的身份 所以我当时也和平在 台北农民总医院 所以我在台北农民总医院呢 也当过 放射肿瘤医师 那在荣总当时在李建贤副院长的努力之下呢 当时在荣总也成立一个民业学研究中心 那我也兼了荣总的民业学研究中心主任 所以在当时 其实是投入蛮多的心力在研究工作 而且也是因为身边 身兼两边的主任 所以我就有机会 把我们在医学这边的基础的科学家 跟在医院的医师 那共同组成一些团队 那也成立了这个医师 科学家的学程 所以我们现在有非常优秀的校友 包括杨木华教授 还有包括内科部的唐德成 唐德成主任 还有李光生教授 还有周德颖教授 当时都是在 李建贤院长的赞助之下 利用荣总提供的研究经费 让我们双边的人员 能够共同的参与研究 那这些 我们这些教授呢 日后也表现非常杰出 这大概是我在 阳明跟荣总服务期间 觉得最欣慰的事情之一 在学校任职 有没有哪些事 令您印象深刻 或有趣 或满意之后 我觉得在阳明工作 最有趣的一个事情就是 当时阳明 整个研究的风气 在吴远华校长带领之下 是非常的充满活力 跟充满朝气 那吴远华校长 大家都知道 他不但非常致力于行政工作 然后在研究工作 他也没有完全的放弃 我一大早工作之后呢 大概待到六点半左右 就觉得说 差不多了 已经工作时间也够久 超过十小时了 可以回家了 结果呢 我就坐电梯下来 往往常常在六点半下来的时候呢 就远远就听到 有一个高跟鞋的声音 就扣扣扣走过来 就一进来 在门口就碰到我们 吴远华教授 也就是我们校长 那个吴校长 那吴校长啊 他即使经过了一天的工作之后 他到了文明所之后 他眼睛又亮起来 因为他又回到 他最喜欢的这个研究工作 眼睛又亮起来 他就看到我要下班了 就跟我说 哦 谢思良 你要下班了 所以 我就觉得非常 非常的尴尬 我想说 人家 吴校长也是工作一整天 现在才要回去开始工作 我们就要下班了 所以我后来 都跟我们在 移动的同仁讲说 我告诉你们哦 这个我们的移动时间有一个叫 危险的时间哦 就是晚上六点半到七点 我说你们要下班的话 要么就早一点下班 要么就晚一点下班 因为你们在这个时间碰到 我们校长的机会太多了 所以校长一定会跟你讲说 某某教授你现在就要下班了 这是我觉得在阳明一个最有趣的事情 那不过也从这个故事可以告诉大家说 我们在阳明大学 这个吴校长治理这个学校 还有他自己本身对这个工作的研究 有多么高度的投入 那我自己在阳明我觉得还有一点小小的贡献 就是在跟我们现在医学院院长 陈正环教授的努力之下 我们当时说服 吴彦华校长 支持我们成立叫医师科学家的学程 那这医师科学家的学程 最主要并不是说 要我们做医师 一定要去做基础研究工作 而是我们觉得 多一个机会 让他们多一个选择 也让他们在变成一个专业的医师之前 他们有机会 跟基础科学家一起工作 然后了解研究工作的本质 那这样子对于 他们有一天要当一位 领导医学的教授 他们会有更好的能力 能够从事高深的医学研究 老师 在学校有没有哪些事 令您感到挫折或困难的 我天性是比较乐观 所以我不觉得 有所谓什么挫折 碰到困难一定会有 我想你不管在任何地方工作 一定会有一些困难 所以我把它 应该把它称为叫做一个挑战 面临挑战我们就要克服 那杨敏 我想当时我面临的几个挑战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 地形的关系 它比较不方便 所以你在要做研究的时候呢 确实会因为交通的不便 会产生多的困难 那另外一个就是 阳明规模 当时相对是小 那我们的研究经费呢 也是有限 所以后来到了 比较晚期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很多的研究工作 其实在阳明校区的仪器设备 很难满足我的需求 所以在当时 我已经合并到中央研究院 在汪企慧院长领导的经理中心合并 那我的学生呢 常常为了要做研究呢 就必须到中央研究院去 那学生为了方便起见 要搭捷运 其实也是不大方便 因为中央研究院本身 前面没有捷运站 所以我的学生就 常常 不管这个风雨 就要带着这个简体 拿到中央研究院去做研究跟分析 所以呢 很多人就问我说 我为什么要到中央研究院 其实我趁这个机会 告诉各位这个原因 因为我实在不忍心 看学生这样 我就蛮危险的 万一他出车祸怎么办 那所以有一年我去 中央研究院 这个过年照例去拜访汪医长的时候 汪医长就淡淡的跟我讲一句说 你那么爱做研究 你为什么不考虑到中央研究院 所以我这一辈子 我是从来没有想到要离开阳敏跟荣总校区 因为我在这边接受教育 那我觉得这里非常好 有我喜欢的这个环境 我的师生我的朋友都在这里 而且这里风光明媚 后面还有眷眷眼 也可以看落日 但是在汪医长这样一句话提醒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好像确实我们学生 这样长期工作可能也不是一个办法 基金考虑之下呢 我觉得获取到中央研究之后呢 能够让这个 我的研究能够更顺畅的发展 那也是在这样子的清醒之下呢 经过很多的考虑跟折冲 才决定要转到中央研究院去 老师觉得阳明大学 集生科院 集围绵所 昔日 现金 改变最大的几个地方 我是阳明第三届的学生 就医学系第三届 所以我记得我在民国66年 就1977年到阳明的时候 整个阳明呢 就只有几栋建筑 那最大的一栋 就是我们的实验大楼 那时候连研究大楼都没有 然后就一大堆宿舍 然后就还有现在的医学系管 那我还记得那时候进来的时候 那个马路呢 还刚刚的弄平 然后我们的大操场呢 其实是在三下 也就是现在生命科学院这个地方 所以在阳明早期成立的时候 其实最主要的目的是要 培养工会医师 那这工会医师有些是要下降服务的 所以从早期阳明的建效的目的 发展到现在已经是国内数一数二的 而且在全世界也是相当有分量的研究机构 那对我看在眼里 今天的改变实在是非常的巨大 大概大家很难想象说 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以前 我们在跑步跑马拉松的地方 所以在阳明我们看了 在历届的校长跟校友的支持之下 我们一栋一栋的大楼盖起来 能够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是非常巨大的 所以今日的违民所 也是从山上石烟大楼的一小区 现在搬到我们船一的移动 那现在是两层楼 以前我们申科系呢 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地方 那现在我们有个漂亮的申科学院 在我们的图书馆图字大楼里面 那学生都能够享受到一个非常好的硬体 那这是非常巨大 那古代我们的图书馆呢 现在也变成这个医学系的系馆 那我们的申科医呢 现在有一个漂亮的办公室 有一个系所 包括我们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会议室 这个在当时我们当学生 实在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表示阳明在过去几十年 在所有的师长的努力之下 我们整个阳明的学校的扩充 跟这个能量是到的提升 那这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转折点 第一个就是当时在韩沙瓦校长的这个远见之下 我们在教育部没有大幅给我们任何名额之下 我们改制为大学 那当时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这么做 那我相信今天的发展证明这个校长是对的 因为我们要把真学大学之后 我们才能够在这个架构之下 逐步的跟教育部要经费 慢慢的扩展这个学校的规模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的曾志郎校长 曾志郎校长在阳明担任校长的时候 也是大幅的推动脑科学的发展 那后来他有幸更高升变成教育部长的时候 他更是支持阳明 让阳明能够形建我们今天的图资大楼 跟启动新的大楼 所以阳明整个的扩展就一直在膨胀当中 那其中最后一个最近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就是决定跟教育大学合并 那当时吴校长提出这样子的议题的时候 当然会引起很多的广泛的讨论 那我个人当时也是支持阳教合并的 那原因是因为阳明当时是一个医学为主 我们是以生命科学 所以当然我们这边的医学研究 在训练医师训练离救生世非常一流 但是我们就少了一个所谓的这个大学的那种感觉 那我自己去英国念书的时候 我是在牛津大学 我在牛津大学就感受到一个大学跟一个 一个以医学为主的是非常不同 因为你会碰到很多不同的人 你会有很多很棒的不同领域的学生 教授跟你有互动 那我想这个对于一个大学生来讲 这样子一个成长环境会提供更多元 然后更有资源的这个环境 让学生能够着重成长 所以在阳教合并之后呢 这个对整个阳明大学几乎是一个脱胎换骨 那虽然在刚合校的时候一定会碰到整个的一些困难度 但是就像我讲的 我们要把任何的困难当成就是一个现实生活产生那个挑战 那我们碰到挑战就必须要这个同心协力 那大家就一起就是竭尽个人的力量 有钱出钱 有利出利 然后从各个角度里面 帮助这个学校 然后让他能够继续茁壮 这个不但是对学校长久发展是好的 我想对我们的师生也是会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阳明在过去几年的发展 我真的觉得回想起来 真的觉得非常的高兴 就是从我们当时进来 这个小小的学校 甚至很多老师都不想来这个学校 我记得我们当时教我们病毒学的六指教授 就跟我开个笑话 那时候他刚从比利时的鲁文大学拿到学位 满怀热情要回到台湾要合作 结果呢 他当时进到阳明的时候发现说 我们校美进来那条路还是不平的 还是积水 那他说 他的太太就说 你还是不要来好了 你怎么会想到 要到阳明这样子硬体设备很不好的地方来教学 所以 我从这个故事啊 也是要告诉各位说 阳明 这个成立的时候 是在我们刚好 推出联合 大概在推出联合国没多久的时候成立的 很多老师还是 愿意到回到阳明 那你想想看 他所要的是什么 他们所 他们 想想蛮感动的 就是一个理想 他们对这个土地的热爱 那他们要教育王的下一代 除了我刚刚所讲的之外 我觉得阳明成立一个最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一开始就 充满这个理想色彩 阳明成立的时候 一个最艰难的时代 在当时呢 行政院蒋经国 院长的支持之下 我们阳明成立的 我们有很多设备 但是更了不起的就是我们有非常 充满热诚的教授 包括刘伟哲教授 包括傅成波教授 张忠敏教授 还有很多的教授 他们都毅然决然 放弃在国外的 优惑的工作 回到台湾 因为当时很多人都说 台湾现在很危险 你们干嘛这个时候回去 所以我觉得这是 阳明大学成立跟一般学校最大不一样 一开始他就 充满理想色彩 那 我们都知道 人家在讲说对人类 影响最重要的书 有秦十名 那其中有一本就是 唐吉科的传 那为什么 因为就是充满 这个理想色彩 因为我们有理想 所以 我们才会有一个梦想 那我们 才会 绝对行李的去 去追求 那 我想 也是 这个 在这种理想色彩主义之下 在很多 老师的 均匀之下 那他们 把他们一生的这个 经历 奉献在这块土地 所以 我们今天 阳明才有今天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阳明 这么巨大的改变 真的是非常高兴 然后同时呢 我们要 在 当下呢 要更加的 努力跟珍惜 因为 今天的所有的这些 点点滴滴呢 都是在我们 前辈之下 充满理想色彩主义之下 今天才有这样的 这个开花结果 这也是 我觉得 我觉得 当一个 阳明人 最 引以为要的地方 而且能够变成是 其中一份子 这个大概是我觉得 是阳明的 理想色彩 跟我们的 这个 努力跟投入 才有今天的开花结果 老师 喜欢阳明大学 及深科院 哪些地方 景点 我想阳明的位置 是非常的好 因为它在 小山坡上面 所以我从当学生 时代的时候呢 我们就很喜欢 在这个南山社那边 就对着西边 看这个落日 那个就是非常美 我们都知道 淡水落日 是台湾的这个 八大奇景嘛 那另外一个 早上 很多人都喜欢到 金雀云爬山 看到这个朝阳升起 充满朝气 那金雀云呢 也是很多 朋友喜欢 同学喜欢去的地方 到现在还很多 师长早上都喜欢 走到金雀云 健身 那其实大家 可能忘记的一件事情 就是 以前阳明有一个 号称叫阳明的情人道 那为什么叫情人道呢 因为以前在阳明后面 后山的 威灵顿山庄 盖了一个叫情人庙 在我们那个时代 是非常有名的 所以几乎早期 阳明的校友呢 都会接着他这个女朋友啊 这个手牵手 然后就从阳明经过 金雀云一直走到 这个情人庙去 所以这个都是阳明 学生所喜欢的那个地方 那今天当然就更不一样了 今天我们又盖了很多的大楼 那每个大楼的造型 还有内装也非常 非常的漂亮 比如说你 站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实验大楼 或研究大楼 你在办公室 要沿跳台北市盆地 那就非常的漂亮 那在图书馆 也就现在医学系馆 的位置也是非常好 可以俯视整个台北 那我想现在又盖了 我们这个图字大楼 这个顶点也是非常 绝佳的景点 不管是往西看 往南看 都可以看到 非常漂亮的这个景点 那我觉得阳明 现在还需要一个地方 就是希望阳明要一个 能够代表阳明的一个 Landmark 那这是目前阳明 比较欠缺的 所以这也是目前 很多校友在讨论 说阳明是不是应该 有一个中塔 或者说是不是 要一个代表性的Landmark 来代表阳明 这是我也是希望 将来我们学校 再继续发展的时候 我们可以考虑在 阳明校区 是不是有一个 更有指标性的Landmark 能够代表阳明精神 老师在学校是否参与过其他特别活动 例如社团 校庆运动会比赛 我是阳明的第三届的摄影社的社长 因为当时我很喜欢照相 那我们第一届社长就是我们的前校长郭旭松教授 那我是第三届 所以在第三届的时候我就从学长手上接着社长 那我当时在接社长的时候 我们也办了几次摄影比赛 那我们也很疯狂的喜欢摄影 我记得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 阳明海格防海磁质均 所以呢我们恰相扑的时候 就有些老师就喜欢拍照 我记得我们现在的校长 林奇隆校长也是会喜欢摄影 因为当时常常带个摄影到处拍 那其中我个人一个最有趣的记忆就是 曾经跟我们的前校长郭旭松教授 一起合开的这个防海磁质均的车子 那就把它开到比头国小 那比头国小当时呢它是没有门禁的 所以是怎样车子可以开进去的 我们为了要拍那个日出啊 我们这个车子就露宿在比头国小的 那个操场那一大早这个太阳错的时候 我们就去拍照 我假使没有记错的话 我当时还用郭校长的弟弟当背景 然后拍了一张照片 然后去参加摄影比赛还得奖 所以这是我在阳明觉得在繁忙的科业之下 大概最有趣的一个活动 请问老师科学是什么呢 我觉得我个人在做研究的时候 我是非常的幸运 因为我一开始接受的训练是医学训练 那医学训练其实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就是说当病人来的时候你要解决他的病痛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些疾病 所以跟其他的训练课程不一样的地方 我们很幸运的接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本的训练 叫做病理学 那也就是说你要研究疾病之前 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疾病 所以了解疾病的本质是很重要 所以这个病理学的知识呢 对我后来 当然还有其他医学知识 对我后来在研究科学问题的时候 就有一个不同的想法 那我在硕士班的训练是跟叶宁新教授 那叶宁新教授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细胞免疫学专家 所以我在那学会了如何去培养细胞 如何去做动物实验 那我去英国牛津大学念书的时候 我们那个实验室是由前诺贝德族 Rony Porter教授所设立的 他们在那个实验室最厉害的一个技术 就是蛋白质的存化 那甚至涨结晶 那除此之外呢 我的职业指导教授Duncan Campbell 他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分子生物学家 所以我又接受一个非常好的 recommend的DNA 跟molecular biology的turning 所以也就是在这种因缘机会之下呢 我对于研究科学几个基本的一个利器 还有对疾病的看法 我就有产生一个独特的想法 那我的研究其中一个转折 从早期研究到研究病毒感染的研究 其实是在第一次 也就是2003年的SARS 侵犯台湾的时候呢 当时书一人教授就打电话给我说 谢教授你是做免疫学研究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病毒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厉害的疾病 当时称为叫细胞技术风暴 那我当时以为细胞技术风暴 我就知道这个议题是一个大家早就熟悉的 因为这个太有名了 所以我就答应了书一人书长 那说好啊我可以去给个演讲 我想说我回家努力念念书 看一看文献大概可以去给演讲 就后来发现说糟糕好像文献上 没什么太多的相关的研究 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呢把所知道的东西呢 准备一下就去做了报告 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软机会就开始去思考 这个病毒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厉害的症状 尤其不同的病毒它引起的症状不一样 比如说登革病毒 它会引起厉害的疼痛会发高烧 那它甚至会有这个皮下出血 严重的话还会有出血性的休克 但是呢我们台湾另外很重要的病毒 B型肝炎病毒 它完全不一样它是造成慢性的感染 那它还会造成肝硬化最后会变成肛癌 那最近的这个SARS-CoV-2呢 就是另外一个局面 它会引起很厉害的血栓 那这些知识在之前 大家都是不了解的 所以我也是因为在这样子的机缘之下呢 我当时决定利用台湾一个最重要的病毒感染病之一的 登革病毒来研究 因为登革病毒产生的这些症状 在我的研究之前 大家着重都是在研究 所谓的TOLA receptor 它们如何产生免疫反应 但是我想 产生免疫反应 固然是病毒研究的重要一环 但是更重要的是 这些会致病性的病毒 它显然是能够逃过我们传统的 这些保护机制 像这个干扰树 所以我就要思考说 那这病毒 为什么会产生这些 各式各样的一个临床症状 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病毒它除了传统的DNA RNA去刺激这些TOLA receptor之外 一定还有另外一个路径 那刚好 翁启卫院长回到台湾的时候 有一天谈起这样子的议题 我就跟他讲说 病毒应该还会有其他的机制 透过细胞病毒上面的 膜蛋白或上面的糖蛋白 刺激免疫系统 而引起各式各样的免疫反应 那翁启卫院长当时就跟我说 这个想法很好啊 要做研究啊 那我就笑笑看着他 那翁启卫院长非常聪明 因为我看到他之后 我说对啊 这个想法很好 但是打仗需要有这个 梁朝要有银梁啊 翁启卫院长就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当时呢 在翁启卫院长的协助之下 他给我们一些经费 我们就在阳明找到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 我们就从把这些先天免疫受体 一个一个把它制造起来 那利用我以前所学到的技术 把它crone这个DNA 然后DNA重组做出protein 那做protein之后 我们就拿个病毒 然后去寻找它的受体 那我们的Click5E就是这样子发现了 那经由这个Click5E发现之后呢 我们在两年前 我们也发表一篇文章 就告诉大家说 为什么B型肝炎 它会造成这个免疫的压制 immunicization 我们发现了一个状态分子叫做CD33 也叫做Sig-3 那这个菌呢 被认为是B型肝炎的免疫检查点受体 所以呢 我们也得到中央研究院的一些补助 我们现在在做一个治疗性的抗体 那希望将来有一天呢 这个抗体呢 能够有机会变成一个药物 能够治愈B型肝炎 这算是我们国人的一个重要疾病之一嘛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在今年 在Emble Molecule Medicine 我们也发表一篇文章 来诠释说SARS-CoV-2 为什么会造成血栓 我们发现SARS 这个病毒 它可以透过它的肌蛋白 也就是Spy Protein 跟血小板上面一个受体 叫做Caq-2 互相作用 然后去活化血小板 它造成这个血栓 所以 我们的研究一直是 我的研究的角度 也就是 跟一般大家会有点不一样 所以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会有点辛苦 因为很少人像你这么做 不过也是因为这样做呢 所以你得到一个成果 就会让大家觉得说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领域研究方向 我想这也是我们当时投稿到NATCHO很快被接受的原因 那我们希望这样子能够延续到其他的病毒 那甚至将来能够从这个角度 知道说癌细胞 除了现在的免疫检查点之外 它到底是不是还有新的这个免疫检查点 是因为病毒上面这个糖结构所造成的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这个抗体呢 将来能够也用到不仅是在慢性病毒感染的研究 也有机会用到癌症治疗方面 那假使我的研究最后能够 这个抗体能够对人类的疾病有所帮助的话 我想我们这一生的研究大概 就觉得比较欣慰 这是我现在在未来的五年到十年之内 还希望它能够有进步的发展 能够变成具有潜力的一个治疗性的药物 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作 绝对是集中人的力量 达成的 尤其是重大的议题 需要很多的人力 财力的投资才会完成的 那阳敏今天已经发展到这个目前的规模 假使我们要再增加能量 研究能量 那我们跟国际合作一定是必要的 那我个人有幸认识赖正光先生 赖正光先生他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那他在美国成立了BioLegend这家公司 之后他转卖给Purkinium 所以他得到很多的资金 那他就决定要把它投入在这个工艺事业 所以他在美国呢 他就有两个很重要的捐款 第一个是捐给森迪牙哥大学 给千许教授 那千许教授也是我们央明大学的中医 也获得我们中医博士 他对央明大学非常的关注 那就成立一个叫做 Ginlay跟Suchin的 这一工的一个学校 就用他们两个的名字来命名 那除此之外呢 他也做了一个非常大的捐款 就捐了一亿美金 给Purkin Women Hospital 成立了Ginlay Mission U中心 所以我在一个很好的机会之下 跟赖正光教授说 那我有这个想法 希望说藉由这个机会 能够增加 杨明跟Ginlay Institute的合作 那他非常高兴也非常支持 所以呢 我就带着 在林锡隆校长的支持之下 我就跟杨木华教授 一起到Boston 在十月的时候去访问Boston 那我们就签了一个 那我们就签了一个三边的合作 备忘录 就是哈佛 Purkin Women Hospital 我们就签了一个 备忘录上面所讲的两个重点 第一个当然就是癌症免疫学 因为大家都知道杨木华副校长 他的专长是在癌症 而且癌症对我们现在的人的生命 也是一个最大的威胁 那当时我们决定要做的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所谓的免疫老化 因为随着高龄社会的来临 那我们希望维持我们很好的一个生活品质 维持免疫力是很重要的 那在很不幸的在很多年长的人 他的免疫力会逐渐下降 所以投入这个研究题目呢 它对让我们这高龄人口能够 在活着非常健康 提高生命品质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现在我们在阳明 在国务院 也在这种精神之下 希望增加双边的合作 所以我们目前在筹划 在阳明能够成立一个 跟国务院的共同实验室 能够延续我们在备忘录 所要求的 能够让双边在这两个领域能够有更紧密的合作 然后有更好的发展 那目前我们在国务院 我们有一个癌症研究所 所以它也会加入我们医学研究中心 希望透过这样这个备忘录 在这样平台之下 让我们阳明国务院 能够更做紧密的结合 那将来也能够再跟哈佛大学 增加双边的交流 双边人影的复访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哈佛那边的演讲 我们也可以双边共同合办会议 那借此能够让我们在阳明的 在阳明国务院 还有台湾所有的研究的成果 能够借由这个平台 能够在全世界能够看得到 这是我们签这个备忘录 跟推展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心愿 老师目前都做些什么? 我想就像所有的医生一样 我们在医学训练 其实是蛮辛苦的 我到了大学之后发现说 在医学上课好样跟在高中 没什么两样啊 每天也是8堂课啊 第一堂课从8点开始啊 那到医院实习之后呢 那就更不一样 其实医师是更忙的 我们交时要8点看诊 8点半要看诊 其实我们的morning meeting 就从7点就开始了 那所以医生其实是很辛苦的 7点到8点开完会 交代一些要做的事情 然后才开始执行临床业务 那7点要morning meeting 就代表什么呢? 你住近一点的话 大概6点半就要起床 住远一点呢 你可能6点就要起床 所以我一直养成这个习惯 我大概到目前还是每天大概6点6点半就起床 然后所以我在阳敏可能还好 但是我到了中央研究院的时候 常常就发现说 我即使不是第一个 都算是第一波 很早就到中医院上班了 大概在8点或8点半我就到中医院 那我想这已经变成我生活的一个部分 所以这样子会让我养成一个生活 非常有纪律 所以就是能够准时起床 然后睡眠 因为这样每天很过夜生活 大概睡觉也都睡得也还蛮好的 没有什么睡眠的障碍 那我个人最喜欢的当然就是去爬爬山啊 然后照个像啊 那我最近又开始接受 所谓的核心肌肉群训练 那这也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年长之后很多人他的 因为肌肉的力量不够 所以会产生很多的问题啊 午时间啊 腰痛啊 然后行动不便啊 所以其实到了四处的一个年龄 肌肉训练是很重要的 固定的训练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有到健身房运动的习惯 然后也请了教练教我一个核心运动训练 尤其是对那个肌肉的训练 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很多 我都会一个礼拜大概会去个大概一到两次 那这种长期训练的结果确实很明显改善我 过去一些问题现在都不见了 比如说过去有点五十肩的问题啊 所以要会痛啊 然后走路不够快啊 爬山爬一爬就很累啊 现在我这个问题都不见了 我现在感觉现在的体能 跟年龄比起来当然没有已经那么好 但是对日常的生活对日常的去运动啊 游泳啊打球我想大概都没什么问题 那在日常的食物我想当然要注重均衡嘛 那随着黏拟当然这些高脂啊高糖高盐都要避免 不过有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蛋白质的摄取是蛮重要的 因为我们是动物嘛 那动物要动一定要肌肉 所以你要维持你的肌力 你才能维持一个很好的活动 那肌肉训练的时候骨头的密度也会更则会增加嘛 所以我想对于慢慢领长的人 蛋白质的摄取是蛮重要的 另外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维他命D的摄取 维他命D对我们身体对骨骼啊对皮肤啊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所以我个人是会比较注重是不是有摄取到足够的蛋白质 维他命D是不是要足够 因为根据研究绝道多数的人 他在对维他命D的摄取都有点不足 所以我想除了我们平常日常一个均衡的余食之外 大家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我们肌力的训练跟蛋白质的摄取 还有维他命D这个抗生素是不是这个维生素是不是足够 我想这个对大家的健康应该有些帮助 113年是申科院成立30周年生日快乐 可否对老师及学生们说一些勉励祝福的话 我很高兴看到申科院从当时小小一个申科系 能够助长成长到今天的局面 今天我们有非常好的教室 我们有很好的院所在办公室 能够让我们老师在这个非常优良的环境之下 学习、教学、互动 那我相信在林院长的引导之下呢 林院长一定能够比序我们阳明的传统 就是说让我们的阳明最重要的本质就是理想 能够继续的发扬光大 那带着我们的理想 带着我们的梦想 能够更是能够这个正次高飞 让阳明又带到一个新的境界 我也在这里趁这个机会先跟所有的申科院的师生 好还有林院长先祝个生日快乐 阳明赞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欢迎订阅明镜